每年六月,上百万只动物就会长途跋涉三千多公里,开始上演最为壮观的东非大千玺,而脚马就是这场行动的主角,它们不仅数量最多,千玺距离也往往最远,这是因为脚马相比较与斑马和其他动物更加挑食,主要以嫩草树叶花蕾为食,而斑马是用能力更强,树枝灌摩甚至树皮都在它的食谱上,随意而安的斑马就不会走那么远, 面对的危险也没脚马那么多,数量众多跑得更远的脚马会穿过狮子豹子白服的草地,随时可能出现猎狗的荒原,以及聚满鳄鱼的马拉河畔,面对食欧者的无情狩猎,大部分脚马并不会像非洲水牛一样团结对抗,而是疯狂的赛跑,安全后再冷眼旁观,就这样经过一个来回,只有30%的幸运牛能够活着回到出发地,跟着它们一起回来的还有40万组的新生命, 这场优胜劣汰的战役,说白了就是,一群吃货对于鲜嫩青草的向往,从而满足了诸多吃货的需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